幹細胞跟器官移植的關係 這個器官移植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叫做HLA 這個叫人類白血球抗原 另外一個叫GDHD 這個叫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 這個在課本的341頁 什麼叫HLA HLA就是敵我辨識系統 這句話什麼意思 來看這裡 我身上的每一個器官 表面都有一層蛋白質 那個蛋白質一定是我自己的某一個基因產生的 這樣可以嗎 那個蛋白質叫做人類白血球抗原 那幹嘛用的 那個叫敵我辨識系統 就是我自己的白血球會認得它 這樣可以嗎 同理啊 你的身上每一個細胞都會有HLA 這種蛋白質對不對 你的白血球會認得它 聽懂齁 所以當我的器官移植到你的身上 那我的HLA 是你的白血球就不認得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白血球就會去攻擊那個 你不認得的HLA 所以我說它是敵我辨識系統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這邊就告訴你 人類的組織型是由一組基因所產生的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就叫HLA 叫人類白血球抗原 它是分佈在身體所有細胞的表面 這樣可以嗎 做什麼用 做敵我辨識 人類出生以後 免疫系統就會認定帶有自身的HLA的細胞就是自己 而認定帶有其他的HLA的細胞就是敵人 然後就叫它消滅 所以呢 你要做器官移植 第一個動作就是必須去檢驗捐贈者跟接受者之間的HLA 是不是相似 什麼叫相似 就是那個蛋白質的三級結構是不是很像 一定要很像這樣才不會排斥 這樣聽懂嗎 就算會排斥因為很像 所以排斥的不嚴重 這個時候就可以注射一些藥物 注射一些藥物讓白血球不要那麼強 白血球不要那麼勇猛叫它去睡覺 這樣器官移植才會成功 OK 這邊告訴你 同卵雙胞胎之間的HLA相似性會比較高 這我們解釋過 因為兩個人染色體根本就是一樣的 直系血清的兄弟姐妹其實都不高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兄弟姐妹是同一個爸爸媽媽生的 因為精子跟卵產生的時候是有機率的問題 所以呢 兄弟姐妹之間的HLA其實差異還蠻大 那如果是其他人就不用講了 那個機率很低 所以器官移植要配對那個要等很久 肌帶血因為是自己的細胞 所以相似度一定非常高 這沒有問題 那什麼叫做GVHD呢 來 你看 正常的狀況呢 捐贈器官的人跟移植器官的人 我的器官到他身上 是不是他的白血球會攻擊他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白血球會攻擊他 你想想看這個捐贈者的器官呢 挖出來的時候是不是血淋淋的 這血淋淋的器官裡有沒有白血球 一定有啊 有沒有淋巴細胞 有啊 當他放到受贈者 接受者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這些白血球 難道就不會攻擊這個受贈人嗎 也會啊 這樣聽懂嗎 這個叫做移植物 就是那個器官移植的移植物 對宿主 對抗宿主 就是接受器官的那個人 的疾病 這樣聽懂嗎 所以 捐贈者的血液中 有一些淋巴球 這個捐贈者就是捐贈器官的人 跟這個病人就是接受者 接受這個器官的人的淋巴球的HLA 相似或部分相同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器官就可以移植到病人的體中 沒有問題 可是呢 當這個器官的淋巴球移植過去之後呢 開始就有活力了對不對 注意喔 這個淋巴球是捐贈者的淋巴球喔 這個時候呢 大量增值的捐贈者的淋巴球呢 就會聚集起來 結果呢 開始不認同病人 病人就是接受器官的那個人 原來的淋巴球 最後呢 就會開始攻擊這個人 所以簡單的講 就是這個心臟挖出來的時候 連白血球一起挖出來了 那放進他的身上的時候呢 放進這個接受者的身上的時候 這些白血球也會攻擊這個病人 就兩邊對打 一邊的白血球會攻擊他 這邊的白血球會攻擊他 所以很麻煩 器官移植就是這兩件事情很頭痛 必須想辦法讓兩邊都能夠和平相處 就是這樣 課本343頁 我們請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複製一個人比較容易 還是複製一個器官比較容易 一個人有好多器官對不對 感覺人比較複雜對不對 可是哪一個比較容易 我拿一個細胞來複製出一個人 比較容易 還是複製出一個心臟比較容易 人 為什麼複製人容易 人那麼複雜 為什麼會容易 你哪有複製人 你根本沒有複製人 你只是把人的細胞弄出來之後 然後放進媽媽的肚子裡 所以是媽媽的肚子 就是子宮那個環境 讓這顆瘦精卵長出一個人的嗎 這樣有聽懂嗎 可是你要複製一個器官 要在實驗桌上面 用一顆細胞弄出一個器官 這裡面非常複雜的反應 你怎麼知道心臟是怎麼長出來的 不知道啊 可是媽媽的子宮知道啊 在媽媽的子宮裡 那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那個小嬰兒的心臟就長出來了 這樣聽懂嗎 可是在實驗桌上我做不到 所以結論是複製人容易 這就是那部電影在演的嘛 那個電影就是因為複製器官做不出來嘛 後來他們就複製人嘛 這樣可以嗎 可是你複製人 只是為了要他的器官 那這就有道德的問題對不對 好